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 微神V 大家好 我是微神V的肖骏 大家好 我是微神V的Hendry 大家好 我是微神V的董事成WingWing 大家好 我是微神V的队长坤 钱坤 大家好 我是微神V的Lucas 大家好 我是微神V的Tan 李永鑫 大家好 我是微神V的老妖杨杨 看到他们的热情 还有认真的态度 然后我们也就是 跟他们一起聊音乐 还有准备舞蹈 就我们觉得他们都非常认真 然后非常深刻那个印象 比起想起其他以前的东西 就以前我们是怎么样 反而觉得我们受到更多的动力 我觉得他们其实还缺乏一点点自信感 他们只要把自信感提高了 他们在舞台上一定会可以更好地表现出自己的 我们的自信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平时私底下 真的是非常努力地去练习我们的作品 说实话只要练习充足了在舞台上 说实话紧张什么的我觉得都不会出现的 对 所以要不要教教学弟们 就打架学长有多努力 比如以前你们练习的时候 会每天练习多长时间啊 之类的 嗯 你的穷度 啊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就是所有的学弟们有提到 就是嗯 很多细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去练习 就包括时间上也真的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一天里面可能真的从早到晚需要就是 背情忘食的练习 我觉得其实都有吧 因为第一实力上的问题呢 这个是要通过努力的 但心理上的可能就要通过团员们一起 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话 这样才可以提升 对 培养出默契 对 没错 所以就说默契的话 我们就可以聊聊 比如说当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有压力或者心态不那么好 彼此又什么互相打气的 属于男生之间的一些好的方式 我们就会坐下来好好聊一下 就是每个人真的 哈哈哈哈 就是 围成一个圈 围成真的是围成一个圈 然后 弹心啊 弹心 通常都会弹 真的弹很久我记得 每次都 量三个小时 对 你们花这么多 对 就是把平常全部的都 放出来聊 对 真的 可能真的会通过一个小事情 然后衍生到另外一个小事情 没错 到一大圈 然后又回到一件小事情 挺好玩的 所以你们今天会有一个大哥 或一个特别容易领导你们 就来我们现在开始谈一谈之类的 我跟旭希吧 我跟Lukas两个人 就是比较多一点的召集大家 开开会啊 聊聊天啊 这样子一个 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对 我觉得说实话一个团队里面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沟通不重要 沟通不好的话 可能很容易是成员之先会 会产生一些隔阂啊什么的 所以沟通非常重要 我们非常看这种沟通方面的问题 对 那其实咱们这七个人 真正在一起 开始相处大概是有多 是从多久开始 我们其实最久的应该有四年了 对 对我们因为中间 像我们 我们我们四个人 10 Lukas 我 因为就是其实相处的时间 应该是算最长的 就是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那其他的团队们呢 可能都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对 对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这么 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对其他新团队来说呢 我们真的培养了很好的默契 对 具体呢 可以看我们以后的新浪一直播 对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默契到底有多好 对对 游戏 也有 男孩们嘛 男孩们都在玩游戏 对不对 我们这里面 大概 可能除了10以外吧 我们其他六个人 都是特别爱玩游戏 然后每天晚上在宿舍 就跟 呃 网吧一样 一排电脑说 排在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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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学是怎样 他呢 看电影 他在宿舍看电影 然后学中文 对 但是有时候 比如我们会玩那种 PS4啊 就是这样的东西 他也会一起玩 对对对 对 所以 他同学现在觉得 自己中文学定如何 要不要秀一下 非常好 哇 随便说 随便 我要说什么呢 啊 啊 你好 我是微信 V的10 啊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 我喜欢看电影 画画 嗯 听音乐 我 我不喜欢吃水果 哈哈哈 因为我喜欢吃辣的东西 我真的喜欢这个 马辣汤 哦 马辣汤 昨天我们吃这个 这个是什么 马辣香锅 马辣香锅 哦 我喜欢喝这个 吃 豆浆 豆浆 哇 我真的喜欢吃 很接地气 哦 你识到什么叫接地气吗 哦 我不知道这个 接地气 你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比较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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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一下我们三个 接地气呢 就是 比较 贴近生活 比较贴近生活的感觉 哦 因为我有奶奶的口味 奶奶的口味 对 他奶奶也是中国人 对 也奶奶都是中国人 对 那刚才比如说 比如说像特人说 自己擅长画画嘛 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给团员突破 比如说 玩影滑铁 消消化漫画的方式 更拉近彼此的方式 或者其他团员 有没有特长 可以拉近彼此的方式 这样 其实 就是 有时候 他会设计那种图 然后给我们看啊 就是说 啊 你觉得这个是我们的 威力的标志 怎么样啊 就是 他会想很多很多 然后给我们分享 对对对 嗯 对其实 Ten的话呢 真的 以后 大家有机会 可以看到的话 可以发现 他的画呢 是真的非常有艺术感的 对对 非常有艺术感的 就是很多小小的细节 都是有各种意义的 对 对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 可以画出很多那种 特别有艺术感 真是艺术家的那种感觉 第一点是需要努力 第二点是需要团结 因为当一个团队的成员 他们非常努力 他们的实力会上升 这个团队的就会变得更加的优秀 团队的品质就会变得更高 如果这个团队要更加长久的话 他们就更需要团结 因为他们可以就是相互理解 就是相互包容 这样这个团队碰到的所有问题 就都会迎刃而解 对 然后就我发现大家在练习世面 也非常种奇 就是要练出那种默契度 私下大家是花了多长时间 去如何调出这么大的默契度 其实我们就是这一首 李索当然这首歌 真的花了挺多的时间去磨合的 因为要展现一个完美的舞台 不是就是学完这个舞蹈就结束了 就是要非常多的小细节 手的角度 包括手的伸展度 包括每个人身体的高度 其实我们都要每个人去确定好了 然后我们要约好了 这样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说 展现出一个最好的舞台 无论在哪个领域 领域 OK 无论在哪个领域 只有在舞台上表现出 表现出 表现出 对不起 表现出 哦 对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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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把你享受都说 加油 对 无论在哪一个领域 只有在舞台上表现出 接近全力的样子 我觉得歌迷们都会认可 并喜欢你的 第二个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对方带来能量和热情 我希望以后大家多多很期待我们 好 哈哈哈 我说话就看有国籍的第一第二第三 他真的非常厉害刚刚连四个成语都会说的吗 接近全力 接近全力 我刚刚我刚刚学了这个 我刚学了吗 我刚刚学了一些中文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有很多什么代表 大家彼此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去复权 比如可以交流的 可以演员或什么东西 嗯 像我们团队 就是 语言方面其实我觉得还挺丰富的 会说英语 会说泰语 会说粤语 会说粤语 会说中文 哦还会说德语 哇 真的非常厉害 哇 我会说温州话 对还会说温州话 记得懂 就是 会说广东话的还有三个 一二三 对 就是我们在宿舍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真的用很多语言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他们两个在说英语啊 然后我们就说中文 有时候我跟他们俩就说港东话这样 有时候一句话 有三次中语言也是很奇怪 你还听得懂吗 听得懂的还记得懂 我觉得非常神奇 对 对 默契 对 对 有时候甚至连我们这些 不会讲粤语的都会听它 有时候 有时候可以听得懂那么一点点 对 对 谁做饭没有 对 谁做饭没有 对 这个吃饭 吃饭没有 吃饭了吗 这 杨杨 杨杨 听最多 对 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 我是杨杨 对吗 对对对 我 我 我 广东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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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二 二 厲害了 很厲害了 德語對 德語是他 德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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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沒教他們太 因為可能 發音上面有點難 你說說德語只有他一個人說 他沒有溝通個人 對 對 你說一下 要說嗎 那我打個招呼吧 德語自我解釋 跟各位想要粉絲嗎 對 德國的朋友 我也記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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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見到大家 我們希望 以後可以 很快的和大家見面 對 我們今天用自己的方式來的 中國粉絲們 愛你 我來 好 對角 對角 一句話 寶藏男孩 威神飛 等待你的發掘 路苦不虧 因為我們所有團員們 對音樂還有舞台的熱誠 就是堅定了我們走這一條路的決心 那我們也會通過我們的努力 然後釋放更好的音樂作品 還有舞台來回饋喜歡我們的歌迷們的一個這樣的形式 然後呢我們會多多加油 然後也一直支持我們 謝謝